一车拉斯维加斯报道近日 BOSCH博士公司在2019年CEF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站上 正式发布了多项有关电动汽车、自动驾驶、 共享出行方面的科技产品和解决方案 无人驾驶电动巴士这是一套极自动化、互联化、电气化的公共巴士解决方案 该服务将通过算法确定最接近请求位置的车辆 并找到有相似路线需求的用户 车辆采用充满未来感的外观、设计 配备了大面积玻璃侧滑门可容纳四名乘客 车辆将通过毫米波雷达、摄像头、激光雷达等实现自动驾驶 博士无人驾驶电动巴士将提供车辆预定、共享、社交平台、博车、充电服务、车辆维护、软件管理、车载娱乐系统 乘客可预定车辆并与其他乘客共享出行并分担车费乘客越多 每人所承担的车费就越少车费可使用博士电子支付方式付款 巴士可通过用户的智能手机验证身份 并为每位乘客分配制定的作为运营方面 博士还将为巴士车队运营商提供充电、维护、车辆保养、路线规划、后勤保障等服务 2018年11月 博士与戴姆勒达成协议两家公司的自动驾驶项目 将于2019年下半年落地 第一站将在美国加州圣河赛进行 一体化充电导航解决方案一体化充电系统 使通过结合电动车动力总成系统 以及环境数据精准预测 可行使里程准确显示电池耗尽的时间 并给用户推荐时机合适的充电站 此外博士还和MojiO合作